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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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从那些并不太富裕的股民身上炸取来的 已经 已经有人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了 而且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股民被圈进去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同样的 就像今天跳楼一样同样的惨剧 小沈 我说的都是真的 请你相信我 不错 我们承接工程是比别人方便一些 公司这几年呢也赚了一些钱 可这并不是你说的违规的钱 都是靠我们的汗水和智慧打拼出来的呀 你累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 无论在哪个国家 恶意操纵股价都是违法的 如果证监会查出来 你有违规操作行为的话 你就会坐牢 你十年的努力和心血就白费了 你知道吗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让我怎么说你才能肯相信我呢 但愿我是齐日永天了 你好自立志 你好自立志 我妹妹她怎么样了吗 大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可是孩子没保护了 什么 孩子没了 很遗憾 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了 还有就是她血糖过高 这么大年龄了 以后再要孩子是很危险的 什么意思吗 以后要是再要孩子的话 是很困难的 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一下 秦秦 徐小姐 你回来了 拜拜 我去给你烧几道水 喂 徐小姐 今天我在电视里 看见一个古鸣跳楼身亡了 喂 真少死我女王八蛋 赶紧给我滚到医院来 施海 你这怎么了 他关心他流产了 刚出了小牛匙 什么 流产 在哪个医院 好 我马上到 海天高说是他前一阵子历见的鼓掃 现在跌成这样 他里面自然过不去 不过你看他那副美洲潘西的样子 我要是男人 我也会败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再说了 美貌这个东西 还不跟权力一样 不用了 会过期作废 你是怀疑我的座庄 这怎么可能 我是一个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要我说多少次 你才能很相信 绝对没有你说的那种事 喂 爸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除了这种事情 我还能睡得着吗 爸 你消消气 我现在正在往医院赶啊 你到现在才去医院 哼 你这个老公还真成熟啊 爸 我是有点事给耽误了 所以 有什么事能比冠营的事情更重要啊 他如果出了什么大事 你给我爬到我这边来 是是是 您消消气注意身体 过一段时间呢 我亲自到您那里去谢罪 你们藏的大事 怎么还这样让人不放心呢 爸 您早点休息吧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好好照顾万盈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那爸再见 好 好 我说 我现在就会发现了 我上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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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我上次了 我上次了 不过 我上次了 我会让你后悔 后悔一辈子 冠英 冠英怎么样 冠英 你打吧 你替冠英打我几拳吗 冠英 冠英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你打我几巴掌 骂我几句 姐姐气 冠英 你别哭了 冠英 当心哭坏了身子 孩子没有了 我们以后还可以要啊 可能吗 大夫说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 你瞎说 我们以后会有孩子的 别胡思乱想了 不可能 我这辈子 再不会有孩子了 我爱你了 我爱你了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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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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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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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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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幸好冠英没事了 不然的话 我真不敢往生理想 放心吧 施楷 我会用心去弥补 好好地照顾冠英的 多余的话也不说了 干了 施楷啊 为了海淀的股票 你找过徐山了 她是股评人吗 难道不可以吗 这几天我们公司的股票怎么会跌成这样 哦 你看看这报纸 都把我们说成什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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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的会这么突然 不过我现在已经在想办法 想把股票给拉回来了 可是 徐山怎么说 我们内部 有人违规操作股票 这怎么可能呢 她怎么会这么说呢 股市就是这样 有涨就有跌嘛 她凭什么说我们的股票有人倒鬼啊 她说她手上 又拿到我们公司的证据 我们公司的证据 别说我们没有做过 就是有 她怎么从公司里得到的 是不是什么人自己胡乱解的 她就当真的了 我怀疑啊 是有人盯上了我们海淀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 诗楷啊 我们现在的手遥任务 是赶紧商量出对策来 你别着急嘛 水工程运营的消息一传出 我们的股票就开始回升了 我下面还有一连串的想法呢 对不起 喂 是我 什么 啊 徐山峰了 什么时候 那消息确切吗 昨天晚上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哎 徐山峰了 哎 你干嘛去啊 你每天都行 怎么样啊 小湘 小湘 你怎么了 不要这样 冷静一点 先生 我是小婆 我是小婆 不要这样 冷静一点 先生 大夫 他就怎么了 你是病人家属 我 他 他跟我是好朋友 这样 那我们出去谈吧 薛小姐 薛小姐 大夫 他的病 急性精神分裂症 昨天晚上送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 非常紧张的狂躁状态 可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呢 你知道 这种急性发作的症状 有的是因为遗传 也有的人呢 是因为心理因素 环境因素 社会压力等等 大夫 您看他的病能不能治好啊 你知道啊 这种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 但靠打针啊 吃药就可以治好 这种症状更多的需要的是 心态上的调整 你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只有他一个人在边疆 哦 很多时候 亲人的关心 对于这种精神类疾病的治疗 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你最好想办法找到他家人 接到这儿来 这样呢 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我都没有蓋着 呃 哎 行了 舒服多了 师盼 昨天谢谢你了 你还谢我什么 可惜 可惜了孩子啊 对了 我买了一些 笼饮 现在已经出了 你爱吃这很新鲜的 来 你看 还挺甜的 甜吧 甜的多吃一点 对了 股票的事情怎么样了 你这别想那么多了 这些我都会替你处理好的 要是资金到位以后 能不能给邵泽打过去一部分钱 现在工程刚刚运营起来 需要大量的资金 还给他钱呢 他的那个工程已经耗了公司那么多钱了 再给他 我担心我们公司其余项目的周转 就会有些困难了 而且你给了他的钱 他还未必领情 这个钱 我觉得还是要 试问这点用 可是 你是听我一次话好吧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就怕是 怕什么呀 没什么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许珊 许珊怎么了 许珊疯了 许珊疯了 疯了 这怎么可能呢 消息绝对可告 就在昨天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看他 对 都是有关海天的 对 你这段时间主要的任务 就是给我定住海天 多搜集他们的材料 然后写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最好要有爆炸性能 主编 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和海天的关系 我知道 这不正好是你有利的条件吗 淑菲啊 能不能换别人去做 你是最佳人选 看来这是命令了 我再告诉你一个有价值的消息 好 徐山峰了 陈医生来了 啊 他中午吃饭了吗 嗯 吃了 刚吃过 我给他买了点点心 这么多点心就怕他不吃啊 他中午只吃了一丁点 小琴啊 一定想办法 要让他吃点东西 要不然那些药很伤胃的 我知道 好 他过去这个女儿 好像是徐山家的保姆 小琴 来 来 我吃点东西 啊 来 你吃一口 小琴 来 来 吃点东西 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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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回去吧 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就算我求你了 走吧 乖莹啊 我给你熬了锅鸡汤 尝尝味道好不好 怎么了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要不要我叫医生来啊 不用 你的气色可不太好啊 尝尝这个汤 我不想喝汤 这可是我亲手为你熬的 就这汤啊 我熬了好几个钟头了 尝尝 来 喝一口 来 子梁 味道还行吧 来 再来一口 怎么了 怎么哭了 是吗 结婚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喝到你给我炖的汤 那我以后啊 经常给你炖汤喝 来 行了 你放在那儿吧 我一会儿喝 小泽 我想出院了 出院 那怎么能行呢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呢 再住些日子吧 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我觉得医院里的味道太难闻了 再有了 要是休养回家也行啊 在这儿待下去 恐怕真的带出病了 那让我再想想 这儿是休养回家 徐山怎么说 我们内部 有人违规操作股票 他说他手上 又拿到我们公司的证据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我 我过来找陈总的 陈总还得开会 那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点事情 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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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吗 老板 没有你早的东西 都查清楚了 都查过了 没有 就这样 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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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出去 柳子她不拗 徐轩 请你出去 别跑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了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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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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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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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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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嗯 嗯 有事吗 纪承宗 想约你见个面 纪承宗 那天跟你说过的 心态极端的老总 二十多岁的印尼华人 这么年轻就当老总了 他组上在印尼的企业 是很有实力的 又是一个完工组 不是让你去应付你的 是啊 可是 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谈 还有什么事儿吗 希望你以后不要去见徐山了 这样对观音太不公平了 诗凯 这件事呢 先不要告诉观音 他已经到医院去过了 看见了徐山 还看见你们俩 怪不得观音 观音他很伤心 诗凯 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 你说 他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呢 而且是受到我们海天的牵连 我能坐视不管吗 你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就那么弱吗 当年他的未婚夫就在他的眼皮的底下 从空中来了一个漂亮的自由烙体 我听说 他摔到地上的时候 没有一点声音 只见一片血雾 只见一片血雾 施凯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反正我表示我爱惜 你是说 你是说他在庄方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徐山不是这种人啊 这个女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我已经通知小灰 让她回来了 让小灰回来 是的 我让小灰 协助医院对徐山进行治疗 不许多长时间的想不想我 当然了 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想不想我 当然了 看来日不落地球也会养人的 没得你长胖 马上还瘦了 那我太高兴了 我大嫂呢 她在家呢 在家 这可不是她的风格啊 你车上再说吧 你车上再说吧 哎 你看 怎么样 这变化大吧 什么 什么变化 像什么呢 像郭伟的吧 这小子平时 也不来家里坐坐 他那人呢 就是脾气 可能觉得一个人去家里 有点别扭 他有什么可别扭的 都是自己人吧 对了 你这次回来 他知道不知道 我还没告诉他呢 我打算突然在他面前出现 吓他一跳 他不是有心脏病吗 你就无法地受不了啊 哥 你不许胡说啊 扶牙嘴 哈哈 我这不是开个玩笑吗 我祖父是在印尼金营香蕉园的华人 我祖母是印尼人 所以我有四分之一的印尼血统 我说呢 嗯 我说呢 嗯 董事长少年有为 钱都无量 呵呵呵 这么年纪就出任 泉州星泰集团的董事长 其实 这个 这个 季董事长 回一下的 呃 星泰集团 真是如日中天 不可小事哦 潘总过奖了 那 星泰集团的资产 虽然过瘾 那是我祖父留下的产业 哈哈 不像潘总 就是白手起家呀 呵呵呵 这也不能归功于我 要不是 陈总的移民决策 也不会有海天的今天 呵呵 我只不过是 海天集团公司的 一员罢了 呵呵 那 陈总你 忘了跟你说了 陈总到北京 陈总联系工作 还没有谈定 他走的时候 再三地盯住我 要我好好地 款待你 尽好地入置疑 呵呵呵 太客气了 等到有时间 我请的测试 好 哥 徐山姐怎么样了 情绪不稳定 谁都不认 只能隐隐约约地 认住小琪 小琪是谁啊 徐山家的小阿姨 我现在就想知道 有没有能治愈的办法 所以要借助你这个 专业精神分析仪式的眼光 那大嫂知道这事了吗 你嫂子她 流产了 什么 一次意外 医生说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天哪 我知道大嫂特别想要小孩 这打击对她太大了 她现在还好吗 前几天刚刚出院 现在正在家里疗养 再过几天 这完全可以康复 可是心里面的伤 没那么容易康复 你知道这种事 对一个女人来说太重要了 哥 你可得多陪陪她 我哪有时间啊 这公司里的事那么多 你这次回来 正好这段时间 跟她说说话 不会的 哥 你说实话 是不是对徐珊姐 还有点放不下呀 你哥不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我和你嫂子结婚十多年了 可徐珊如今是这样 这两边我都放心不下 原则上我理解 不过这样下去 你会很累的 也许这就是命吧 只能走一步开过 海天高科的股价 曾经一路狂飙 却好像是 在中国股市 投下的一颗原子弹 我直经记忆游行 记忆先生 不会不知道 海天高科今天的股价吧 我这次 滨江之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跟你们 谈一谈海天高科 说实话 我对这只股票 很感兴趣 比海天集团的实力 要支持海天高科 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让这只股票 遗嘱的打算 海天确实有能力坚持守抢 这一点我绝不怀疑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回到以前的价格 这恐怕还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吧 要我说你们干嘛这么辛苦呢 以我和潘总的交情 我会担保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价格 在我为人处事的词典里 还没有以意气搏儿戏的事 我口中的交情潘总应该把它理解为信用 再说我们谈的是生意 而不是潘总口中的儿戏 潘总 我这次可是带着陈毅来的 可是我们马上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我这事还得向公司汇报一下 你好 我不在家 有事情留言或者打我的手机 郭伟 我知道你在家 赶快接电话 郭伟 喂喂喂 小慧 我郭伟 你又在家里面睡懒觉呢吧 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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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这一进门啊 就听见你的嗓门在电话里大叫 不对啊 小慧 你以前都是晚上给我打电话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怎么了 你先走啊 现在我先挂了 哎呀 别别别 我这不是觉得有点突然吗 哎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 哎呀 在哪儿 你还能在哪儿 在宿舍呗 不对 我在冰江 啊 真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有点心跳过速了 哈哈 你千万别啊 保持冷静 现在我在我哥的车上 不过一会儿我们要先去医院看一个病人 完了再去找你 哎 小慧 我跟你说 哥 待会儿啊 我还有个采访啊 我得出去一趟 啊 那个 也不这样 等我完了事以后啊 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不好 好吧 那你快点 好嘞 哎 我知道了 拜拜 好嘞 怎么 打完了 什么时候约她 跟她见面啊 谁要去见她啊 哥 咱们先去医院看小山姐 她正好又有一个采访 然后我们再见 好 好 徐小姐 徐小姐 怎么了 徐小姐 徐小姐 你怕 不怕 徐小姐 有我在 徐小姐 徐小姐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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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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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